有人说 因为通往未来的道路 总会有突如其来的神秘 所以人生才被一次次戏称为 一场冒险 也有人说 只有当人生经历过那些痛苦和热血以后 才能收获真正的幽默和甜蜜 人生的百变无奇 也正是人们狂热地痴迷回忆的原因 在细语中呼喊 用第一人称我 讲述了我的童年 儿时的玩伴 以及家人和养父母之间一系列的故事 故事是一段一段的 初读的时候总觉得有点零散 可回想起来 人所谓的童年仔细想想 本也就是那些零散的碎片拼接而成 于华就用一个激进幽默的诙谐 阐述了这个其实人人都心知肚明的道理 因为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 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 回忆的动人之处 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 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 重新组合起来 孩童和少年时面对世界的忐忑不安 对成年世界的小心窥探 这是共通的 所以每个场景都似曾相识 让人感动至极 欢迎收听由格林扎那卡佛文学奖 获得者于华之笔 获得国际褒奖无数的小说 在细语中呼喊 1965年的时候 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 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 当时我已经睡了 我是那么的小巧 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 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 我的逐渐入睡 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 应该是在这时候 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 仿佛呈现出一条幽静的道路 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 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 从远处传来 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 突然响起 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 我看到了自己 一个受惊的孩子 睁大恐惧的眼睛 她的脸形在黑暗里模糊不清 那个女人的呼喊声持续了很久 我是那么急迫和害怕地 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来到 一个出来回答女人的呼喊 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 可是没有出现 现在我能够意识到 当初自己惊恐的原因 那就是 我一直没有听到 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 再没有比孤独的 无依无靠的呼喊声 更让人站立了 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 是几只白色的羊羔 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 显然这是对白昼的印象 是对前一个记忆 造成的不安进行抚摸 只是我难以确定 自己获得这个印象时 所处的位置 可能是几天以后 我似乎听到了 回答这个女人呼喊的声音 那时候是傍晚 一场暴雨刚刚过去 天空里的黑云 犹如滚滚浓烟 我坐在屋后的池塘旁 在潮湿的景色里 一个陌生的男人向我走来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走来时 黑衣在阴沉的天空下 如旗帜一样飘荡着 正在接近的这个景象 是我心里默然重现了 那个女人清晰的呼喊声 陌生男人犀利的目光 从远处开始 直到走近 一直在注视着我 就在我惊恐慢分的时候 他转身走上了一条田梗 逐渐离我远去 宽大的黑衣 由于风的先动发出花花的响声 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 总要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 惊诧自己 当初为何会将这花花的衣服响声 理解成 是对那个女人 黑夜雨中呼喊的回答 我记得这样一个沙午 一个清澈透明的沙午 我跟在村里几个孩子后面奔跑 脚下是松软的泥土 和迎风起舞的青草 阳光那时候 似乎更像是温和的颜色 涂抹在我们身上 而不是耀眼的光芒 我们奔跑着 像那些河边的羊羔 似乎是跑了很长时间 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庙宇 我看到了几个巨大的蜘蛛网 应该是更早一些时候 村里的一个孩子从远处走过来 我至今记得 他苍白的脸色 他的嘴唇被风吹得哆哆嗦嗦 他对我们说 那边有个死人 死人躺在蜘蛛网的下面 我看到了他 就是昨天傍晚向我走来的黑衣男人 虽然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当初的心情 可我没有成功 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 只剩下了外壳 此刻 蕴蜘蛮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 陌生男人突然死去的事实 对于六岁的我 只能是微微地惊讶 不会出现严深的感叹 他仰躺在潮湿的泥土上 双目关闭 一副舒适安详的身态 我注意到 黑色的衣服上沾满了泥迹 斑斑斑斑 就像田耿上那些灰暗的无名之画 我第一次看到了死去的人 看上去 他像是睡着的 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 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 此后 我是那么地惧怕黑夜 我眼前出现了自己站在村口路上的情景 降临的夜色犹如洪水滚滚而来 将我的眼睛吞没了 也就吞没了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不敢入睡 四周的寂静使我的恐惧无限扩张 我一次次地和睡眠搏斗 他强有力的手使劲要把我拉进去 我拼命抵抗 我害怕像陌生男人那样 一旦睡着了就永远不再醒来 可是最后 我总是疲惫不堪 无可奈何地掉入了睡眠的宁静之中 当我一日清晨醒来时 发现自己还活着 看着阳光从门缝里照射进来 我的喜悦使我激动无比 我获得了拯救 我六岁时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奔跑 记忆重现了城里造船厂昔日的荣耀 他们制造的第一艘水泥船将来到南门的河上 我和哥哥跑向了河边 过去的阳光是那么的鲜艳照耀着我年轻的母亲 他蓝方阁的头巾飘动在往昔的秋风里 我弟弟坐在他的怀中 睁大着莫名其妙的眼睛 我那个笑声响亮的父亲 赤脚走上了田阁 为什么要出现一个身穿军装的高大男人 就像一片树叶飘入了树林 他走到了我的家人中间 河边已经站满了人 哥哥带着我 从那些成年人的裤裆里钻过去 嘈杂的人生覆盖了我们 我们爬到了河边 从两个大人的裤裆里伸出了脑袋 像两只乌龟一样东张西袜 激动人心的时刻 是由喧天的锣鼓声送来的 在两岸欢腾的人生里 我看到了驶来的水泥船 船上悬挂着几根长长的麻绳 绳上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纸片 那么多鲜花在空中开放 十来个年轻的男人在船上敲锣打鼓 我向哥哥喊 哥哥 这船是用什么做的 我的哥哥扭过头来 以同样的喊叫回答我 石头做的 那他怎么不沉下去呢 笨蛋 我哥哥说 你没看到上面有麻绳吊着 身穿军装的王立强 在这样的情景里突然出现 使我对南门的记忆被迫中断了五年 这个高大的男人 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南门 坐上一艘突突直响的轮船 在一条漫长的河流里 接近了那个名叫孙荡的城镇 我不知道自己已被父母送给了别人 我以为前往的地方是一次游去的游玩 在那条小路上 疾病缠身的祖父与我擦肩而过 面对他忧虑的目光 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 我现在没工夫和你说话 五年以后 当我独自回到南门时 又和祖父相逢在这条路上 我回家后不久 一家姓苏的城里人搬到南门来居住了 一个夏天的早晨 苏家的两个男孩从屋内搬出了一张小圆桌 放在树荫下面 吃起了早餐 这是我十二岁看到的情景 两个城里孩子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裤坐在那里 我一个人坐在池塘旁 穿的是手工缝制的土布短裤 然后我看到十四岁的哥哥 领着九岁的弟弟向苏家的孩子走去 他们和我一样 也都光着上身 在阳光下黑油油的像两条泥球 在此之前 我听到哥哥在晒场那边说 走 去看看城里人吃什么菜 晒场那边众多的孩子里 愿意跟随哥哥走向两个陌生人的 只有九岁的弟弟 我的哥哥昂首阔步走去时 显得英勇无比 弟弟则小跑着紧随其后 他们手上跨着的割草篮子 在那条路上摇晃不止 两个城里孩子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警惕地注视着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没有停留 大模大样地从小圆桌前走过 又从城里人的屋后绕了回来 比起哥哥来 我弟弟的大模大样 就显得有些虚张声势 他们回到晒场后 我听到哥哥说 城里人也在吃咸菜 和我们一样 没有肉吗 皮也没有 我弟弟这时出了纠正 他们的咸菜里有油 我们的咸菜里没有油 哥哥可能推了弟弟一把 去去去去 油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家也有 弟弟继续说 那是香油 我们家没有 你知道个屁 我闻到的 我十二岁那年 王立强死后 我独自一人回到南门 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 那些日子里 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 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 才是我的真正父母 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 只是一种失识而已 这种疏远和隔膜 最初来自于那场大火 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 一起回到南门 恰好一场大火 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 这样的巧合 使父亲在此后的日子里 总是满腹狐疑地 看着我和祖父 仿佛这场灾难 是我们带来的 有时我无意中 和祖父站在一起 父亲就会紧张地嗷嗷乱叫 似乎他刚盖起的茅屋 又要着火了 祖父在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 就死去了 祖父的消失 使父亲放弃了 对我们的疑神疑鬼 但我在家中的处境 并不因此得到改善 哥哥对我的讨厌 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每当我出现在他身旁时 他就让我立刻滚蛋 我离自己的兄弟越来越远 村里的孩子总和哥哥在一起 我同时也远离了他们 我只能长久地去怀念 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 还有我在孙荡的童年生活 我想起了无数欢喜的往事 同时也无法摆脱一些忧伤 我独自坐在池塘旁 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 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 使村里人万分惊讶 在他们眼中 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 以至于 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时 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 说 像我这样的儿子 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 我在南门的所有日子里 哥哥唯一一次向我求饶 是他用镰刀砍破了我的脑袋 我流了一脸的血 这事发生在我家洋棚里 当初我脑袋上挨了重重一下后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是看到哥哥的态度 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然后我才感觉到 血在脸上流淌 哥哥堵在门口 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求我将血洗去 我硬是把他推开 向村口走去 走向田间的父亲 那时候村里人都在菜地里交粪 微风吹来 使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粪味 我在走进蔬菜地时 听到了几个女人失声惊叫 我模糊地看到 母亲向我跑来 母亲跑到跟前 问了一句什么 我没有回答 静自走向父亲 我看到父亲握着长长的粪勺 刚从粪筒里举起来 停留在空中 看着我走去 我听到自己说了一句 是哥哥打的 父亲将粪勺一扔 跳上田梗 急步走回家去 然而我并不知道 在我走后 哥哥强行用镰刀 在弟弟脸上 划出了一道口子 当弟弟张嘴 准备放声大哭时 哥哥向他做出了解释 然后是求饶 哥哥的求饶 对我不起作用 对弟弟就不一样了 当我走回家中时 所看到的并不是 哥哥在接受惩罚 而是父亲拿着草绳 在那棵榆树下等着我 由于弟弟的诬告 事实已被篡改成 是我先用镰刀砍了弟弟 然后哥哥 才是我满脸是血 父亲将我绑在树上 那一次殴打 使我终身难忘 我在遭受殴打时 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 站在四周看着我 我的两个兄弟 神气十足地 在那里维持秩序 这次事情以后 我在宇文作业部的 最后一页 记下了大和小两个标记 此后 父亲和哥哥 对我的每一次殴打 我都记录在案 时隔多年以后 我依然保存着 这本作业部 可陈旧的作业部 所散发出来的霉味 让我难以清晰地去感受 当初历史偿还的心情 取而代之的是 微微地惊讶 这惊讶的出现 使我回想起南门的柳树 我记得 在一个初春的早晨 突然惊讶地发现 枯干的树枝上 布满嫩绿的心芽 这无疑是属于美好的情景 多年后 在记忆里重现时 竟然和暗示 昔日屈辱的语文作业部 紧密相连 也许是记忆吧 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后 独自来到了 我在家里的处境 越来越糟时 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事导致了我和家人间 永远无法消除的隔膜 使我不仅在家中 而且在村里生名狼藉 村里王家的自留地 和我家的紧挨在一起 王家两兄弟在村里 是最强壮的 那时候 王家兄长已经结婚 最大的孩子 和我弟弟一样的年龄 为自留地争吵 在南门市常有的事 我已记不清 那次争吵的具体原因 只记得 那是傍晚的时刻 我坐在池塘旁 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站在那里 和王家六口人争执不休 我家的人显得势淡力薄 就是声音都没有人家响亮 尤其是我的弟弟 骂人时还没有王家